台湾在国际评比又向前迈进 美国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公司 公布2011年第二次的 投资环境风险评估报告 指出我国的投资环境 名列全球第三名 仅次于新加坡以及瑞士 不过有学者却认为 这项指标只能说 台湾是投资风险较低的国家 风险低却不能代表 就是良好的投资环境 美国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公司BRI 公布2011年第二次的 投资环境风险评估 报告中指出 我国的投资环境评比 在全球50个主要国家中 排名第三名 仅次于新加坡和瑞士 虽然名列前茅 但是经济部长 誓言想却认为 如何留住人才 却是目前政府和企业界 面临最大的挑战 针对评比学者王图发 却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 这些评比主要是 针对投资环境的风险 而风险并不能等同于 好的投资环境 只能说台湾 比起其他国家来说 投资环境风险 是比较低的国家 而报告中指出 台湾在营运风险指标 排名第二 汇兑风险排名第三 原因是目前国内 质量稳定 台币升值 所以不会有营运 和汇兑的风险 营运风险表示什么 好像你在那边 营运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 像国外有很多罢工 台湾的劳工 都是乖乖乖 大概不会有罢工的这个情形 或者说我们的治安 一向也都很好 所以那个营运风险很低 学者表示 风险低的国家 企业获利相对较低 风险高的国家 获利应该会比较高 该如何在风险低的 投资环境 吸引更多的外商 和台商回台投资 因此建议政府 应该松绑相关法令 和提供完善的土地 才能真正提升投资环境 接着神效期